各位,刚刚刚过了网上就知道 特朗普正式宣布他会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 这是他第三次争取,尽管有白宫 当然,第一次他成功了 第二次,争论2020年输给拜登 現在2024年,他準備捲土重來 看看他的宣佈 特朗普說,他的宣佈 會令今天一場最重要的日子 在歷史上的國家 各位先生,各位觀眾 我的親戚士,美國的回復 現在開始現在 但這將來後面為甚麼呢? 這是美國的abcnews.go.com 他給的理由就是 為甚麼他會現在宣佈參加呢? 因為我們知道 美國的中期選舉 本來預計有一個所謂紅潮 即是說共和黨會壓倒勝地 贏民主黨 但現在我們見到的事實就是 因為共和黨方面贏少少 但絕對不是壓倒勝 在參議院我們已經知道 民主黨繼續控制著 即是說共和黨沒有贏 另外在眾議院雖然 共和黨贏的機會很大 現在是217票 還欠一票就可以控制到眾議會 所以應該可以控制到 但就不是大幅度 因此在民主黨裏面 有一些其他政客 可能有野心想跟川普爭 為了阻止這些人 首先出來 我會參選 你們不要再參選 我斷估 所以相信2024年 可能又是這兩個老頭子 大家在這裡爭 一個就是 Donald Trump 稍為年輕過現在的拜登 到底美國是否真的沒有人 要找這樣的老年人來從政 其實真的值得考慮一下